被列為四大國際會計事務所的 情業重信旗下顧問公司 資深執行副總經理范尤瑋 十九號再度遭北檢傳款 金華城案進入收尾階段 檢方全力追政治獻金 柯文哲大帳房李文宗 近期密集被提訓 李文宗和柯文哲 兩人涉嫌侵占木可政治獻金 不排除柯文哲除了收賄罪外 還涉犯省錢罪和侵占罪 再加上原本的收賄罪 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總計柯文哲有可能會被處 十七年的有期徒刑 甚至是無期徒刑 好的合法的正當的傳遞途徑 可以讓主席知道 周刊近期爆出柯文哲 曾在庭訊時表示 要辭黨主席由黃國昌接任 再來北市科台志光 一個案子押我四個月 不知道要幾年 柯文哲如今被羈押禁見 黃國昌卻喊話 判有管道和主席溝通 這番言論被律師點出 有問題 是想要要求 檢方要明知違法 然後去做違法的事情 或者是希望柯文哲的律師 被送懲戒呢 所以黃國昌的這個主張 跟這個要求 在實務上 顯然是不合理也不合法 新竹縣竹東正代表會主席 陳昌平設貪毒 當時遭激壓 律師代轉變條紙 指定代理主席 事後三名律師 全遭懲戒 跟檢察官申請 檢察官準就準啊 檢察官不準就不準啊 這樣請問到底是會害到誰 柯文哲遭激壓禁見 從沒戴眼鏡到李光頭 都被外界解讀成是某種暗後 是否真要傳遞訊息 恐怕只有阿貝心知肚明 三天新聞綜合報導